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东周列国制 今天咱们这句前言 为什么讲东周列国制呢 是吧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对于春秋战国 是吧 这一段的历史最通俗的一个读本 就是这本东周列国制 东周列国制就如同三国演义对于三国 就如同李自成对于明末 这算是一本开门的读 也是一本入门读 确实找一本书说 说我打算了解春秋战国 春秋和战国合起来叫叫东周 是吧 了解这个东周的事情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找本东周列国制来看一看 东周列国制是本小说 和三国演义一样 这不是一本史书 其实很多事情 是吧 他和史书上说的其实有明确差别 三国演义不是三国的历史 是吧 而东周列国制也不是东周的历史 但是这句话怎么来说呢 什么句话呢 这是神四 虽然这是一本小说 但是他说的很多事情和历史非常接近 这就是掌柜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件事 就是到底小说和历史 历史它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我们明确有两个字吧 就是说和史 小说其实是一个古词经用 古代小说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说说什么叫说 然后咱们再区分大小 说就是学说 这是一种观点的表达 一个观点 这是一种主观上的一种一种判断 而他离真理其实很远 是吧 这只是一个只是一个人类的想法 说和史 这是最早在我们汉家的经典中 是有明确的区分的 那说是说这是你的想法 而我们一般强调呢 史是一种客观发生 理论上说说和史是一件事的主观和客观 说是一种主观 史是一个客观 史那就距离真理就很近了 没听懂 是吧 咱们咱们举个例子 咱们说全具德的烤鸭 二百八十块钱一只 这句话是实 是吧 但是根据这句话 你说你说全具德吃只鸭子很贵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 是吧 因为说就有分歧 你说贵 那还有觉得二百八十块钱很便宜的呢 中国古代对小说这个词的第一个定义 就是杂涵 是吧 一种个人观点的表达 而且是比较小的 比较琐碎 但是其实咱们说 你去看看史 是吧 从史诞生的那一天 哪一句不是说自家的烤鸭好吃不贵 哪一句史不是为了这个服务的呢 大家都挺忙 谁也没有没有没有这种关心到底什么是真理 谁会花那么多钱去故意帮人专门记录所谓的史呢 所有的史都是有人花钱雇人写的 都是有目的的写的 一旦史有了目的 那其实就是说了 对吧 于是小说有了他的第二个定义 这这这个这个定义不是我说的 是吧 这是周朝的大文豪们说的 什么叫小说 小说是指流传渠道和历史不同的一种文体 小说是流传在市井民间的 而史呢 史是流传在士大夫当中的 不再说什么客观主观了 既然被你们看穿了 所谓的客观都是蒙人的 那咱们那咱们现实一点 是吧 咱们咱们说说三俗这件事吧 小说和历史有什么区别 小说是俗 而史呢 史是牙 看的人不同 这就这就你就无语了吧 是吧 讲理讲到阶级这个份 你还说什么 是吧 再接茬你就得挨揍了 其实咱们咱们现在看 这是霸道 是吧 你不如干脆说 有些问题 你们这些世俗 你们这些草根 根本就不配发表自己的观点 你这么说 我们就都明白了 是吧 这就是小说和历史的区别 但是也有那个比较 比较直接的史观 比较耿直 比较愣的那种 你比如说修汉书的那个班固 班固就直接说小说和历史有区别 除了以前人说的那个你们看不明白的那个三俗和高雅那个区别以外 是吧 小说还有一个和历史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写书的人不一样 只有国家授权的史观写的才是史 其他的那个都是说 甚至是小说 所以真的 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以后 我心里特别感谢这个开放的时代 是吧 这个鼓励所有人自由表达的时代 在古代 从古至今对于历史 咱们草根是根本没有权力表达的 其实都是都是在说书 是吧 但是说书也分主流和非主流 分高雅和三俗 我是我是真的发死内心呢 同情那个那些以怎么说 以历史为职业的人 所谓主流的 对吧 主流象征更难说 现代意义上说的小说 其实是专制明清小说 从明朝中期 一方面呢 咱们说是社会当时比较富裕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官场逐渐封闭 掌柜自己的话 描述就是文人啊 现在有饭吃 但是没出路 这个读了一肚子的历史 但是呢 和现实对不上 脑子其实整天在空转 吃饱了饭 又没有地方去出力 于是开始自由的表达 那这一批作家 我们讲了 讲过西游记 吴承恩 四十几岁才有个做官的机会 其实我跟你说都是这样的 不是他一个人如此 你看这东周列国志的作者冯孟龙 冯孟龙是五十几岁才当上公务员 你就从他写的书 你就能看出这帮人其实能耐太大了 不小 能耐不小 这帮人 但是从从明朝中期开始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 他们的能耐没有用武之地 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心态就造就了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其实掌柜看了不少 是吧 说是明清 其实明是是主要的 到清就没落了 有人把这股思潮呢 称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其实不是啊 别这么看 所谓的明清小说潮 不是兴起 人家文艺复兴是文艺的兴起 咱们的明清小说潮不是文艺的兴起 而是内心受到的极大的压抑 如果人家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起义 一个暴动 那咱们中国的明清小说就是茶楼九四中的神坎 马街 说说而已 说完了回家该干嘛干嘛 该排队排队 痛快痛快嘴 出口恶气 缓解一下精神上的疲劳 思想的空转 我跟你说 其实比干活还累 哎呦 我跟你说操不完的那个心 内心的压抑 这是这种创作的源泉 所以明清小说才会表现的那么激进 是吧 你看清清朝人写男女 写到不朽这个程度 最后写成了《红楼梦》 可差不多同样的故事 你看明朝人写了 明朝人写了 那就是金瓶梅 是吧 再激动一点 就是西游记 再直接 那就水浒传了 《红楼梦》还算是一本教材 你说 你说金瓶梅 水浒传 这可让人学什么呢 学完了不都得都得枪毙呀 理解了他们这些人 他们早年心中的压抑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给土匪唱赞歌 为什么他们会那样的把孙悟空当作英雄 以及 为什么他们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品都要打上马赛客 要此处删去一百二十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内心中的压抑 但是就跟西游记不是孙悟空传一样 西游记最终在吴承恩这个回来 祖官回来以后接着写的时候 变成了唐三藏传 是吧 变成了唐僧传 同一个同样一个道理 是吧 写了三言 就是省士横言 警士通言 和这个和这个 玉士明言 写了三言的冯梦龙 同样也写了东周列国志 这是一种回归 从一种压抑 一种愤闷中解脱了 在掌柜心里 冯梦龙从三言到东周列国志 就是吴承恩的西游记 从孙悟空到唐僧 人生不可以没有年轻 是吧 狂躁无妨 其实梦浪言也无伤大雅 但是最终一定会回归于安静 这个时候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东周列国志 如果你以前看过这本 东周列国志这本书 我希望你一边听我说 你一边找一本省士横言 你读一读 你对比一下 是吧 那就是孙悟空和唐僧的对比 那就是一个人的两个状态 一生中的不同的时期 我觉得也许这对于正在成长中感受到压抑感 和在压抑感中正在成熟的这种感觉 可能对经历这些 正在经历这些的你 我觉得可能有帮助 这是我很想给你讲讲 东周列国志的第二个原因 人生要怎样才能走出马赛克 第三个原因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着掌柜 掌柜去讲春秋 其实是期待一个天马行空的 对对现代的很多问题的讲解 是吧 掌柜最近其实思想变化也挺大 一本书啊 真的不同的年龄看了 感觉不一样 一件很直接的事情 就是因为讲故事 所以现在能很很专心的阅读 其实掌柜每天最多的时间 都是用来阅读的 和别的播讲人相比 我觉得我觉得我看的书 可能比他们多 我觉得我给大家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干货可能是最多的 这都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的 我其实很享受这种生活 是吧 与书为伴 其实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思想会特别活跃 就是这种感觉 说这件事 是吧 让人越说越傻 思想呢 也是越写 其实越僵化 但是听 让人越听越聪明 是吧 思想也是越读 越活跃 也确实 因为思想的活跃 可能遇上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时候 也也有越来越多的思考 说说那些无关痛痒的过去 是吧 评论一下今天发生的新闻 我觉得这会是一件很有趣 很有挑战意义的事情 这是我准备说东周列国制的第三个原因 是吧 不仅仅给大家说说过去 咱们也说说现在 就是这样 我希望这一段时间 我能给大家讲那么几十个好故事 是吧 你听过的 你没听过的 更主要的是 我希望把一种心情和你 和你分享 我们啊 别纠结于别人给我们的定义 我们是高雅还是低俗 哎 这无所谓 更不为大众小众 这个事 这个区分去烦恼 一个沉浸在书海中的人 是快乐的 每天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哪有多余的舌头 舌头 说去回应马街 把自己的经历都 都集中在阅读这种 这些作品 是吧 把我们的经历用于 品味一个 一个写过三言的人 他写的东周列国 真的 我相信只有一个做过孙悟空的人 才会明白 为什么会有唐僧 只有一个写过三言的人 才会知道 哪才是东周列国志的精髓 人生的最高追求 就是一定要活出一种境界 正文啊 其实还没有动笔呢 你还得等等 是吧 这是个前言 准确的说是因为腰疼 以致无眠 是吧 起半夜起来看书 有这些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也不用担心 是吧 其实 昨天 医生说了 我这个腰伤啊 可能就是前几天 撞车的原因 当时没有事 但是 但是过几天累着了 就发作 其实也想象赛翁师嘛 是吧 也挺好 天意 正好停下来读读书 但是 好书啊 真的当不了 只当药 真的 不管用啊 嗯 就是 鱼 甩 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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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